我是大东北 我终于来到了 质疑全世界的城市 锦州 有一话说的好 全国烧烤看东北 东北烧烤看锦州 我身后的一家 非常有名 三郎烧烤 走进去尝尝 尝尝 他有说吗 有没有地方了 有 有 不是有地方 好 12800 没有 老入金医员 严勤医员 咱家干多少年了 30年 就在这30年了 有点发钱 我看他家那个酱好吃的 看这个酱好吃 豆那个酱 豆上那个酱 大油鞭子 这个上面也是他家那种酱 不是锦州那干豆会有盐 对啊 我认为干豆确实挺好 还有上面那个料也挺好 这里边的菜 不好 这是干豆挺嫩的 嗯 我楼个大猫肚子 我不知道锦州所有的烧烤是不是跟大家一样的 所有的烧烤上面全少酱 全酱 口味都一个样 口味都差不多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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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我第一口吃和这个带酱呢 烧烤有点咸 烧烤有更好 我感觉他这个之前不是正义的 等于到耍酱 先耍酱啊 对啊 这真香啊 但是口味还没有 又香又嫩的 掉串 掉串 怎么烤的啊 真香 太阴不 是原味那种感觉 是不是香 其实他家这个这套设备啊 挺有感觉的 你看他家这个炉子 都已经包香了 证明确实开挺多年了 就要有这种感觉 越觉得香 这真的也是原味的 原味 好吃 好吃 你看不看见 他这每桌都给你准备一袋 蒜肉辣酱 咱也没用 其实咱也用不上 因为他这口啊已经够重的了 根本用不上 用不上 咱用不上 吃完了 我们一共花的是118 价格真不贵 味道还可以 挺有特色 我不知道他家呀 在锦州有没有代表性啊 行 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的视频 记得关注啊 拜拜 拜拜